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園女男的黃品真 剛開始接觸正規的訓練的時候 其實身體有很多的狀況 然後包含就是運動傷害這樣 因為基層訓練非常辛苦 所以你有運動傷害 你又不能參與訓練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壓力 然後你自己也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普遍會認為你就是 疏念不好你才會充斥運動 對 然後我覺得在生理方面 跟心理方面其實是互相影響 籃球員的話因為碰撞的關係 所以身體寬部的結構上面 也會造成很容易膝蓋受傷 相較起來女生的面臨運動傷害的機率 可能又比男生還要更高 還有一些可能傳統 就是會覺得說女生練這麼壯啊 然後就是不符合社會期待的 可能女性的樣子 在很小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去面對到很多的選擇 是要堅持還是放棄 對 然後在這條路上 其實我打球也將近20年 然後我覺得籃球帶給我很多的 價值觀的影響 跟就是很早就開始磨練一些 很韌性啊 然後面對困境的一些 如何去突破 然後如何去找支持這樣 是我在大陸的時候 然後打了一場 就是等於說 我們其實是很沒有看好 很後面的隊伍 但我們對抗的是他們就是 大陸的軍隊 然後他們就是身材很高大這樣 就打到延長賽 然後我們贏球了 然後我覺得那個 贏球的感覺是 感覺好像就是像明星一樣 然後全部的人就是還需要動用警察 就是幫忙維持秩序 然後就很受歡迎的那種 那種 我在台灣沒有見過那種場面 那種很熱弱的感覺 其實我現在的階段也比較傾向於 就是如何把過去的經驗 無論是在球場上的經驗 或是一些在球場下需要反思 或是一些心理狀態如何克服困難 這些去就是傳承給下面的學妹 這樣經驗的一個傳承 不要害怕做錯 然後去勇敢去挑戰 然後去創造 去突破更好的自己 這樣 女孩上場二 加油加油加油